新竹市文化局长钱康明今日正式去职 先前消息传出时就不断透过脸书发文 从全身而退安全下装到我在忍四天 之后又再发文表示 做了一个党人财路的梦 亦有所指的发文引发各界关注 十一号清晨五点多 钱康明再次发文表示 已过零点终于不是新竹市文化局的局长了 好聚好散是这几天最多人劝我的话 但是不想好聚好散的不是我 大家去劝劝洪安吧 他还说到八月二十八下午五点 突然被找到市长市 根本听不懂高洪安说什么原因 就叫他做到九月十号 而他也在离开前提醒高洪安 要注意男友的所作所为 不然迟早会出事 钱康明特别指出高洪安男友 不是幕僚长也不是府内人员 强把市长市的主任和某些秘书 单独约出去 以及特别关心市府内的一些事情 还有在外面帮忙谈事情 这些都是不对的 钱康明直言高洪安的豪宅豪车事件 只是刚开始 一旦启动调查 一切最终会现行 对此钱康明的一项言论 还没取得新竹市府的回应 连续高潮迭起的发文 让不少网友表示 期待钱康明离开公职后的 真心话剧场